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在经过激烈的交锋后 熊鹿和太阳成为了本赛季走到了总决赛舞台上的两支队伍 而这两支队伍中所有人都不曾体会过总冠军的滋味 在NBA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 这样的情况都很少出现 可以说,这意味着本赛季总决赛必定会出现新王加冕的情况 而对于双方来说,总决赛的开门红也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在经历了短暂休息后 NBA总决赛也是在凤凰城拉开战幕 西部冠军太阳坐镇主场迎战东部冠军熊鹿 而在比赛开始之前 字母哥是否会出战也是成为了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但最终更加渴望取得首胜的字母哥 还是选择了出战首场比赛 首阶比赛一开始 带伤出战的字母哥显然情绪高昂 一上来便是想在克劳德头上完成空接爆口 但是无奈被干扰 随后双方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总决赛舞台 都过于紧张开始频频打铁 尤其是保罗更是不见过往的状态 但是布克和艾顿却是接过了进攻打棋 内外线棋开花 熊鹿则是在米德顿和大洛佩兹带领下稳住局面 双方就此陷入胶着 比分交替掌声 但是这样难分难解的局面 却是在末节被打破 约翰逊连中两季三分帮助太阳建立起微弱领先优势 虽然字母哥发力连续两字口篮 但是布克却是连造犯规回应 四伐权重 最终首节结束 太阳以30比26的领先优势进入四节 四节较量 塔克用三分球开启球队的进攻浪潮 也就是球队想通过三分球来迫近比分 但是保罗稳健的中距离 让太阳牢牢将领先握在自己手中 并且有着往两位数扩大的优势 但这时 雄鹿的米德顿也是站了出来 连续得分帮助球队迫近比分 但不知道是不是用力过猛 使得此后全队便是陷入了进攻荒 迟迟没能得分 而太阳也是抓住对手给出的机会 攻防齐发力逐渐扩大领先优势 这使得双方的分差也是越来越大 最终 上半场结束 太阳以57比49的领先 进入下半场 一边再站 太阳越战越勇 尤其是保罗终于找回了状态 开场便是进攻发力 独得6分 但是 无奈雄鹿多点开花紧要比分 没能将分差扩大到两枚数 可是随着全队手感的复苏 太阳这边的攻势也是持续不下 将分差越来越大 尤其是到了中后段 更是变成了保罗的表演 他连续的内突外投单截砍下16分 帮助球队将分差扩大到20分 但是最后 熊鹿还是依靠着米德尔顿的三分值了险 最终 太阳以92比76的领先 进入决胜时刻 决胜时刻 大比分落后的熊鹿 不甘就此交出比赛 获勒迪多次强硬的突破 帮助球队一点点破进比分 节中球队更是打出 一波7比0的小高潮 将分差缩小到7分 但是好景不长 回过神来的太阳 在布克和保罗的相继得分下 稳住局面 而随着字母哥多次错失罚球 也是让熊鹿离胜利越来越远 当保罗成功在字母哥身上 打三分成功后 熊鹿也是无理回天 只能缴械投降 最终 全场比赛结束 太阳以118比105 战胜熊鹿 取得总决赛开门红 同时 双方借着赛比分 也是来到1比0 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 字母哥身上几乎看不出 伤病对他有任何影响 他还是那个飞天遁地的希腊怪物 进攻端大踏步 杀入禁区 如入无人之境 防守端的回锥盖帽 更是让人惊叹他的状态 可以说全场比赛 太阳都没能限制住字母哥 让他砍下了20分 17篮板 按理说 在这种情况下 太阳应该是打得十分艰难的 但结果却是 太阳在主场打得十分顺利 在第三节还一度领先20多分 甚至最后还大比分赢下了比赛 那么太阳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便是布克迎来复苏 在少了贝弗利这种斗牛犬般撕咬的防守后 布克在总决赛就像卸下了身上的枷锁 通过球队的挡拆战术 布克并不需要面对熊鹿最好的外线防守者 布拉迪 而熊鹿的其他三个后卫 不管是康诺顿 福布斯 还是底格 在身体上都给不了布克强度 这也使得布克在这场比赛中打得十分轻松 得分比吃詹娜的草莓还轻松 而后是艾顿出色的发挥 在这场比赛中 他从开局就承担起了兵防字母哥的重任 然后莫杰又利用自己的高度优势 让熊鹿的小阵容非常难受 原本布登霍尔泽还能把字母哥打中锋的吴小 作为最后杀招 但艾顿的存在却让熊鹿的小阵容经受巨大考验 可以说艾顿是压垮熊鹿的最后一根倒挞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保罗的发挥 在这场个人总决赛首秀中 保罗再次奉献了无解的个人表现 更展现出了那颗杀心 不管熊鹿对他进行无限换防 蹲坑防守还是电桥 全都被保罗一一化解 尤其是在第三节的时候 保罗更是上演了顶级空位的进攻教学表演 熊鹿尝试了大洛贝兹换防 大洛贝兹坑 波蒂斯换防的策略 但每一种策略都被他轻松化解 可以说熊鹿的防守资源基本没有限制到保罗 只能看着他不断投进杀死人性的中投 可以说在这场比赛中 熊鹿的防守策略基本都没有奏效 都被对方成功的破解 同时也没能打出自己的进攻节奏 而在这种情况下 落败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对于熊鹿来说 输球的重要负责人离不开不登霍尔泽 毕竟在字母哥难以被限制的情况下 他反而是在帮助对手限制自己的合影球员 不断地压缩字母哥的战术地位和上场时间 不可否认 想要保证字母哥的健康是没错 但是在当家球星强烈的赢球欲望下 教练却是压制着球员 这显然很难让整支球队爆发出不一样的能量 球哥都严重怀疑不登霍尔泽是不是卧底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太阳特总冠军稳了吗 当然还没有 毕竟熊鹿这边的战术弱点已经暴露明显 字母哥没能发挥全部战力 核心回归后需要重新适应的米德尔顿和霍勒迪 也需要一些微调 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往后的比赛中 尝试调整和应变 所以即便是0比2回到自己的主场 熊鹿依然是有机会逆转太阳 总的来说 现在双方卸着赛的比分也是才来到1比0 过早断言 太阳总冠军依旧是为时过早 已经双方依旧还有着调整的空间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